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美丽又神奇的地球上,不同板块皆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引起了诸如火山爆发、地震、造山运动等地质活动。 经过这些活动的综合作用,做到了地球千子百态的地貌。 在地球上,每种宝石的形成,都需要同时满足五种苛刻的条件,充足的时间,相应的化学成分,适宜的温度,一定量的压力和足够的空间。 而这正是为什么宝石珍贵稀有,以及一种宝石比另一种宝石更珍贵稀有的原因。 在地下深处的水热环境中,温度下降速度与水分蒸发速度,都比浅层的地表慢,有利于高品质矿物晶体的形成。 比如祖母绿,资水晶,银饰等,就是水硬溶液在维盐液系中,口洞中或盐层之间固化时形成的。 而红蓝宝石等钢玉则形成,于嵌入盐或碰触盐中,处于地下深处的嵌入盐连将降温速度缓慢,宝石通常在其中形成。 一般在嵌入盐中形成的宝石,不会从地下开采,而是在找到携带宝石的嵌入盐后,把它产生至地面,经过分化作用或侵蚀作用剥落,暴露出宝石,在喷出盐内通常不含宝石晶体,而是宝石晶体先在地下深处形成。 盐将携带这些晶体喷出地面,迅速冷却形成一颗绿的火成盐。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细颗粒岩石中找到宝石晶体。 砂石被开采出来后,会进入必要的清洗步骤,以清洗出宝石原本的面目。 以祖母绿为例,大型矿主会利用高压水箱来清洗砂石,将祖母绿矿石与泥砂等杂质分离。 清洗过后,大多数的矿绿会采用人工方式,对传送带上的宝石进行仔细的分解,避免移入任何一块含有祖母绿的原石。 矿石清洗分解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高效的发现,只有加工价值的宝石原石。 经过接下来的工序,最后到达市场与买家见面,随后,就是对原石进行品质分类了。 工作人员会按照特有的分析体系,对原石进行分析,以颜色分析为例,会将带有蓝色调的祖母绿原石,从纯绿色的祖母绿原石中分离出来。 接下来就是原石的切割,这时,宝石成品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一颗原石,只有经过切割,才会散发出璀璨的火彩。 在切割前首先要进行标记划线,标记是宝石切割的第一步,其目的是保证合理根据原石形状切割出克拉重量最大,进度最高,颜色最好的落实。 因此,无论原石温和等大小,每一颗都要经过仔细的推敲,从而做出正确的切割方案。 之后进入一系列切割工序,包括开料冲坯粘胶围形研磨抛光。 一般原石内部会有裂纹,开料就是尽量把原石按照裂纹方向切割成几小块。 在整位冲坯,选一些相对锋利的磨盘,将切割好的原石放在盘上打磨,通过手工控制磨住大概的形状。 这时候我们通常将磨好的原石称为石P,充好P料后,还要利用粘胶把石P粘到粘杆上,进行维形。 维形是把石P为成需要的尺寸,分为手工维形和维形机维形。 维形机维形一般是充配完成之后先维形再粘胶,手工维形则是先粘胶再维形。 接着进入到盘面的研磨和关部角度刻磨,这两个耗时最长的环节。 先用专用的工具,把宝石关部台面磨平,在研磨过程注意,要在墨盘上滴水,避免石P因为发热而崩裂。 而关部角度刻磨,要先花大量时间调整好加工设备,一般调节的时间会比刻磨宝石的时间长。 图中的刻磨就是把粘杆卡在包手上然后在墨盘上磨出宝石每个刻面的形状,进而对成型的宝石进行抛光。 宝石抛过光后,能呈现出透亮的颜色,最后就是我们在珠宝交易市场上,能够看见的亮丽迷人的裸石了。 现在,裸石有了,紧接着就是珠宝款式设计与相见了。 珠宝款式设计使得裸石,添上了一束的标签,存在了珠宝设计时独特的设计理念。 有的风格着扬,有的神秘内联,因为有了这样的差异。 珠宝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一彩分成。 镶嵌的方法,要考虑宝石本身的物理性质。 以隐秘式镶嵌和爪香为例,隐秘式镶嵌就多用在红蓝宝石上,而祖母绿这种阵度较低,容易存略的宝石则比较是一爪香。 隐秘式镶嵌通常是将裸石嵌入纵线之间,利用底座纵线凹槽的上部与裸石凹槽相互抢来。 再用细针和小铁锤等工具,轻敲裸石直直不得松动。 经典的爪香是用较长的金属爪紧紧扣住爪石,也被称为万用镶嵌法。 一般为四爪香和六爪香,适用于打颗粒的壳面宝石。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金属很少遮挡宝石,使宝石的光芒展露无遗。 最后,就是珠宝成品的检验了。 成品检验一般,会将由专业珠宝鉴定机构负责,由经验丰富的珠宝鉴定师进行检验。 检测结果出来后,会进行总审核。 通过审核的成品最终,会出去该机构的鉴定证书。 证书上除了有珠宝的照片以外,还有宝石的形状颜色类别等。 长木清晰准确,一颗稀有珍贵的宝石经过长年地校运动而行票。 再通过矿工,我们的心情开采和工匠们的赋予它的亮丽重生, 之后在珠宝设计师的手中变成一件美丽璀璨的珠宝。 这样至真至美的宝物最终,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实属不易。 因此这世界每一颗宝石,每一件成品都是值得我们珍藏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